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第七題 他說數列an中已經知道a1等於1 an等於兩倍的an-1加1 那這個時候n大1等於2 請問an的一般通勢是怎樣 好那這種題目是我們這邊比較遇到比較複雜的題目 就是說一般如果我們只有an等於這個沒有常數是這個 加上一個數的話 那這個是後向等於前向加一個數 那當然就是一個公差等於等差數列 或者這一項是沒有的 那有這一項沒關係 因為後向是等於前向乘上一個數 那後向等於前向乘上一個數的話 這項沒有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等比數列 那這個呢又要等差又要等比 它整個合起來又不是等差又不是等比 那這個在這邊要怎麼處理呢 好那我們處理的方法就是說 把這個先化成一個變化型的等比數列 那等比數列我們比較熟練 然後利用等比數列來做我們就可以做出來 好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是希望怎麼樣呢 好希望你可以把它變成 好這是an 這是an-1 然後你可以先減掉一個常數 它也減掉一個常數 然後變成等比數列 這個就是這個後向是等於前向乘上一個公比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是一個另外一個叫做這個bn 好 這個就是bn 好 bn就是等於an-α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bn-1 好 這是bn 就是bn項 這是dn-1項 那這樣子的話 bn就是一個等比數列 那bn是一個等比數列 那bn是一個等比數列 它就會可以滿足bn的公式 好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利用等比數列的來做 不過我們用這個分項對消其實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 我們把兩邊寫起來 所以我這個先不用 就是大概你知道它是一個等比數列的情形 那 我現在要來求α 好 求這個α 那這個α會等多少呢 好 會等到多少 就是說 你這個把它乘開的話 會等於an-α就會等於兩倍的 會等於兩倍的an-1 再減掉2α 那你再把這個減α移過來 那它就是加一個α 這個時候an 這邊就剩下一個an 因為這就是移過去了 an就等於這樣 那它就會變成 an就會等於兩倍的an-1 減兩個加一個 那就是再減一個α 就會得到這個式子 那得到這個式子 有什麼用呢 因為這個跟這個是要一模一樣 這個式子我們希望變成這樣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它 也就是說我這個希望變成它 那這個如果希望變成它的話 那很簡單 這個加1就等於-α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時候的α就是等多少 這個時候的α就是等於-1 那如果是-1的話 你可以把它帶到這裡來 那減掉-1就是an-1 那會等於兩倍的 這個減掉-1也是-1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寫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會得到就是說 如果n我用2代 那就a2加1 就會等於兩倍的a1加1 加1 這邊就變a1 那如果用3代的話 那a3加1就會等於兩倍的a2加1 好 這一次類推到dn項 你會得到這個式子 所以呢 你會就會得到說 a2就等於這樣 a3就等於這樣 a4就等於a3 然後an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我要怎麼樣把它消去呢 如果你用相加的 其實相加這邊 有一個a2 這邊會有兩個a2 是沒有辦法消 完全消掉的 這邊有一個a3 這有兩個a3 又會留下a2 又留下a3 那等一下很多個位置數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通通把用相乘了 那相乘就得到這邊會乘起來 會等於這邊乘起來 好 那你就會得到 就是這個乘起來 跟這個乘起來的時候 你發現到 就是說如果 你都把它相乘了 好 都把它相乘了 那這個跟這一項 就可以約掉 好 左右 這個就可以約掉 這個就可以約掉 好 所以這一項會跟它約掉 所以你就會得到 an加1呢 會等於 這個 2乘了幾項 我們看呢 23一直到n 所以 如果你還有一個a1 就是有n項 可是它少一個就是 n-1項 好 所以這2乘的n 然後這裡剩下就是 a1加1 可是我們要知道 a1它給我們是1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又可以把它寫成 2的n-1次方 乘上 這個an a1其實就是1 好 再乘進去 那就是2的n次方 好 那an既然是等於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了 我們的an呢 就把這個 加1再移到這個 後面來 但是 加1過來就 減1 所以 得到an就會等於 這樣子 好 也就是說 我們的a1是1 那 用1帶進去 也是對的 所以其實 這個部分 你就不用分開 就是直接寫這樣 然後我們的n屬自然數 每一個都對 每一個都對 好 好 現在有沒有問題呢